HELLO 我們是GChannel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這盒 B124 最近終於買回了 目的都是為了這個Frame 無論如何都要買 本來打算忍著不買 結果是不行 有一個套裝 有一個廢利發射器 另外有一個類似有一個扣的 握把 還有一個黑色的鐵柱 包裝背後 有阿輝 可以這樣裝 裝完之後就有一個 發射器組合 最重要是P環 這次的P環是最值錢的 解釋可以搭配鐵 另外是一個攻擊強化的Pax 由於形態滑動時 Layer不會貼著盤 基本上包裝就是這樣 不如現在 直接拆開給大家看看 P環 說到P環 一定要拿出一個亡靈魔龍 因為這次P環是為亡靈魔龍而誕生 最主要是配到 8D 鐵 讓它 在盤上 轉多一下 或者兩下 讓它 臨到尾 在盤上扭多兩下 扭多兩下 就足夠了你一命 你可以贏到那次 就是這個意思 我相信是 由於P環非常圓 大家都知道 越少啞 跟盤邊的接觸 磨擦越低 當然會轉多幾下 就是這個意思 說多一點 套裝上有這三塊Pax 還有手握把 這個就是手握把 這個位置 可以扭出來後 扣一條褲子 很久以前 出過紅色的 現在已經絕完版了 另外就是左迴轉的 廢利發射器 如果大家之前 有買過 失落性槍 金色版 亦有送過這樣的發射器 我曾經在網上 有人將它改裝 變成一個紅色 中間這個位置 這些位置變成紅色 外圍保留金色 這樣發射器 看起來也不錯 另外有個鐵珠 很久以前 出過黃色的 有時候我在影片 跟G仔對打的時候 都會隱約在鏡頭上出現 黃色 用法是可以令到 ABA比較穩定 這個真的見人見智 不是每個人都喜歡的感覺 套裝上有這三樣東西 今天就很快速跟大家介紹了 B124的套裝 很昂貴的買了這個P-1 魔龍道用的 如果大家有用P-1的心得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喜歡這條影片記得按LIKE 我們下條影片回來再說 我們過來 掰掰 by bwd6